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实正观的部分 说常是一边 无常是一边 常无常是中 无色无形 无明无知 是明中道诸法实观 这段我再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后面都牵涉到这几题 他说常是一边 无常是一边 我们刚才讲非常亦非什么 无常 这是不是透过不二来的 透过不二那么叫做什么 中道 或者叫中观 或者叫做什么 正观 那么这些怎么样观照出来的呢 那么并不是只有透过色根式 什么叫色根式啊 咬耳鼻舌生 有点点耳鼻舌身 叫做色根式 无色 对不对 这里讲无色嘛 对不对 不是透过色根式所能够明白的 也不是透过色身相畏处的形象所可明白的 并且呢 也不是透过什么 义根式 义根式 眼耳鼻舌生义 不是只有透过他所可明白的 那么无知 是不是也不是透过杂染的有漏式 这个就叫做杂染的有漏式 他都加了一个什么 无色 无形 无明 无知 是不是这样 这里的无是不是信空啊 是不是 其实讲过来当然原则上我们都会看到不无空非赶快把它归到什么 信空 但是这里能不能归信空啊 不是哦不能 规则当中也有例外啊 是不是 不是说全部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道尽一切 我们只能讲大人则 那么我们这里就会知道 他说不是 不是色根式所能够明了 这个就不是 而不是 不是在讲他 色的信空不是这样子讲的 在能理解吗 他说 不是色根式所能够明了 也不是 属于什么 这些形象 色身相位处法 色身相位处有没有 他说也不是五根式 所得的那个色等五成像 这是不是五成像啊 这样理解吗 不是五成像 那也不是 这个名指的是什么 一根式 所以的枝指的就是有漏的什么 杂染的有漏式 都不是这些所可明白 那我们就糊涂啦 为什么这么说呢 既然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 难道是他吗 只剩下他啦 之所以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现在 是不是一个一个切开来讲啊 对不对 一个一个切开来讲 其实如果切开来讲 其实都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怎样 是不是和合起来才知道啊 我们现在 是不是八世巨族的状态啊 我们是八世巨族的状态 他也在学佛的哦 那为师当然他是可切割的 是为了更明白说 他是专门管哪个部分 专门管哪个部分 专门管哪个部分 就像我们人的脑袋啊 他是不是一起用啊 但是在医学上 他也可以做很多的解剖啊 某个部分专管什么 技艺是不是 某个部分专管什么手脚的 哪个部分专管语言的 你中风正好中到哪一条 他正好不会讲话 但是我们说 这个时候正常的运作的时候 他是不是一起来的啊 要一起来哦 并不是能切割的 但是我们说解剖当中 是不是也是透过 切割的方式才更明白 但是真的要拓用的时候 就是要一起作用 不是分开来的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 为什么讲不二 也是希望这两者 他之间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是不是融在一起 不是他也不是他嘛 对不对 并不是只有无常能够代表这一切 而且也不是常能够代表一切 因为一旦无常不是不变的无常 常也不是不变的常 他是不是融融在一起才能够去说明的 明暗的程度也要明跟暗合起来说明啊 也不能只有用明一个字 也不能只有用暗一个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意思就是说 他还是要怎样融融在一起 不过呢 在这个当中说实在 还是以他为主啊 以什么 第六意识为主 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 会不会受着我们素质的影响啊 佛陀一应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有没有 为什么能够随类各得解 就是我们素质的上跟因缘的程度 是不一样的 我们透过第六意识思考 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会哦 但是呢 这个部分 他是不是也是看着 眼睛看到什么程度 其实眼睛看不到的程度 是不是由他来弥补啊 有没有 刚才讲的那个粉笔的问题啊 眼睛不是那么样准确的看到 所以他不是那个形象 能够形成出来的 对不对 也不是只有用色根式 说我去看出那个中道来 不是用眼根式来 来做中观的 不是 其实主要是他 这当中主要还是他 但是我们说不是只有他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用眼根式啊 有没有用眼根式 所以灯都打得这么亮啊 是不是 就是用眼根式在辅助我们第六意识的理解嘛 但是第六意识的理解是不是又受着素式的问题 影响 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怎么样 是不是融融在一起的 融融在一起 我一识呢 之所以很有点 听起来有点魅力 就是因为他可切割 可以看到更细密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切割 说实在只是理论上的切割 实际上我们是不是 他没有界线的 但是他会有他的主轴 还是在第六意识 虽然都不是个别的 他是融合在一起的 但是还是以第六意识为主哦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愿意点头或者摇头 就是受第六意识的影响最大 这个点头摇头也不是庆派说要勉强你们各位啊 是不是但是是经过思索 虽然我不是眼睛看得那么样的清楚 但是我相信 是不是透过推理的 但是每个人的推理的能力不完全一样 也受着第七意识的影响 这样能理解吗 所以知道这个之后 后面就是一直不断的拷贝 再接下来第二个就是官非我非无我嘛 我是一边 因为他这个是显中道咯 前面官非常非无常 对不对 显中道就是 他还是透过不二 但是这个不二 是透过第六意识为主轴 只能说他是为主了 其他都要配合 所有的意识都要配合 乃至于外境是不是也要配合啊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透过外境来配合啊 没有外境配合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 好 那么在一百零二页 我是一边 无我是一边 这个没问题吧 我无我是中 无色无名 无形无名无知 是名中道诸法时官 讲完了 是不是 常与无常 我与 我与什么 无我嘛 他是一样的 都是怎样 无色无形 无名无知 这个就不再解释了 好 一百零三页 心的本身 他到底是实 还是非实的 所以佛陀呢又说 父字加设 若心有实为边 若心非实为边 若无心事亦无心俗法 事明中道诸法时官 心有实是一边 心非实是一边 好 那么如果 他没有心 来讲的话 没有心事 那么也就没有心所 一个是能 一个是所 心俗法 就是心所法 心事呢 它是心王的意思 对不对 第几世 第几义事 第几义事 是不是心王啊 一个是属于心王 一个是属于心所嘛 那么这些呢 是不是还是不二的 他一样还是不二的 好 所以 这就是透过不二 来中道诸法时官 好 好 一百零五页 立官诸门啊 如是善法 不善法 他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两边啊 好 这都是相对的现象哦 誓法 初誓法 对不对 这个誓法其实就是 誓间法或者叫誓入法 也可以 对不对 他所相对的就是什么 初誓法 好 有罪法相对 是不是无罪法 好 有漏法相对的是 无漏法 有违法相对 无违法 乃至 有够法 无够法 他是不是都是相对的 都是在讲相对 义不如是 好 跟前面是一样 透过不二的话 我们就能够怎样 离于二边 而不可受 亦不可说 是名忠道诸法时光 这样能理解吗 透过不二 而我们不会去执受他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去说他 佛陀 也是观机斗教啊 佛陀任何的因缘之下 所说的法是不是也不同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不可说 不是没有说 而是所说的呢 不是固定不变 假设保基金我说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一遍又一遍地讲 同样一部保基金 是不是每一遍说的都不完全一样啊 叫做不可说 而不是说就不用说 不是说我没说 这样懂吗 叫做不可说 为什么不可说 因为信空 不同的因缘是不是就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 录制的这个有点问题 我们重录的时候 是不是他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 都可以重叠在一起啊 对不对 都还是会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会有差别 我名为信空的缘故 我们都还是各有所值啊 有当时候的情绪 当时候的感受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这个受呢 他还是不可受 为什么叫不可受啊 受他是信空的 所以那也可以说 所谓的受跟说 我把它怎样 变成是相对 有所受而有所说 有所受的现象 也有有所说的什么 说法的现象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不 不固定的啊 固定不固定啊 不会固定 不会固定 如果一年半载之后 又有姻缘又坐在这里 其实姻缘是不是不一样啊 如果说同样的体材 也会有不同的说法 在座各位也不会一模一样 所有的人都一个一个来 就算都来了 都到齐了 也不得也不解了 但是我们的体会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年龄是不是也不一样啊 所经过的那个人生的历练 是不是又不一样啊 所以呢 这个叫做不可说不可受 能理解吗 这不可说不可受 不是否定这些现象 有这些现象 但是这些现象不可能一层不变 是不是随时都在变 所以呢 这个就叫做什么 中道诸法识观 中道诸法识观 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宝 那么第五项106页 佛陀呢又说 不字加设 有是一边 无是一边 有无中间 无色 无形 无明 无知 是明中道诸法识观 这是不是跟前面的解释是一样的 就不再对付了 好 这个是属于运处界观 接下来呢 就是所谓的缘起观 缘起观 那么讲到缘起观呢 大概都会从什么 十二因缘法来观 所以所谓的十二因缘法 所以说我们的佛法和 比较不容易理解就是 刚才也有无明 我们现在还要讲无明 但是跟刚才的无明一样不一样 大不相同 刚才说 叫做什么 无明 无形 无色 无知 这些无 都不是他可明了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十二因缘法 十二因缘法 我们都会从无明 缘形 行缘是 是缘名色 名色 缘 六入 六入缘处 处缘 受缘爱 取 有 生 老子 那么我们说 这是无始节 以来的过去式 假设我这里也一样 画一个表出来 就是我们这一份 从这里 这是现在式 无始节以来的过去式 总说呢 就因为怎样无明 和祸 所以会有形的什么 老业 于是呢 就赶生这一辈子的什么 苦果 赶生这一辈子的苦果 但是呢 我们这一辈子 现在式呢 又继续的 破 然后 绕阅 又赶生 未来的什么 苦果 这个是未来式 这个是现在式 这个是过去式 这是无尽的未来哦 无尽未来 他又生 当然之前会死的 所以 无尽的未来 总说呢 又从生 然后怎么样 老死 不断的生 老死 生老死 生老死 对不对 简单的说 未来 是不是离不开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 好 那么这个之前 就是因为 祸 业 苦 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流转 其实是透过 祸 业 苦 然后又祸业苦 祸业苦 起码两转啊 就是 祸业苦 祸业苦 然后又祸业苦 祸业苦 一段又一段 一段又一段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在针对这个祸 才会比较知道 我们如何 要造什么 善业啊 这些 而且在造业的过程当中 是怎么个造法 自己要清楚 那么也才能够怎样 改善这个苦果 如果我们一般都不懂的话呢 就一直这样子绕 因为苦呢 就更疑惑 因为惑呢 就更造业 因为业呢 就会更苦 苦就更惑 恶性循环 能不能改善 那就看有没有佛法 有没有佛法的注入 是不是 还有机会去改善 好 所以呢 无始节以来的过去是 总说 过去呢 无非就是 由祸而业 而怎样 赶生 这一辈子的什么 苦果 业报体 业报体 所以我们的业报体呢 最早来的是什么 事 最早来的是事 他这个事呢 就是这个样子 无形无相 他只是一个 一团 气而已 他没有形象的 这是我们的七八两事 腹经母血结合的时候 要看有没有这个事 去投胎 是最关键的 有事去投胎 我们说他受孕了 不然的话 就没有受孕 所以呢 我们先有这个事 所以我们说这个事 它本身充满了生命力啊 因为我们还执着 所以我们会去找 去借着 未来的什么 色 物质 投入到物质体上面去啊 就是腹经母血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腹经母血 不是只有物质的这个色而已 它是不是带有精神的作用啊 生命的现象的作用 有没有 它已经不只是精血结合而已 它开始有成长的那股力量 叫做明色 它刚开始呢 血肉模糊一团 到逐渐怎样 明显 于是呢 从这个地方 就会大量的成熟 颜耳 鼻 舌 生 长出这些 都长全了以后呢 我们的第六意识呢 才全 这些都长全之后呢 它才怎样 出胎 在这里的处啊 是出胎 因为处呢 它是要跟进世和合 所谓的处 它包括根 包括进 包括事 六根是不是要长全啊 六事也才会全嘛 那么才对外境 这些射程呢 才有感受的能力 好 所以我们这辈子 生命的开始不是出胎 而是在这里哦 是在这里 好 这辈子的开始在这里 这个就是怀胎 十个月的过程 是 明显六路 就是在怀胎 我们说 不管科学文明 再怎么进步 没办法缩短说 十个月 三个月或五个月 就让它完成 可不可能啊 没有办法 它是没办法的 好 所以呢 这个当然 可能七八个月 早产儿因为透过科学进步 其实早产儿 它的那个 那个活下来的比例 会增强 但是呢 它起码也要六路全了 才可能活得下来 好 也要六路全之后 它才活得下来 好 所以这个处 是从我们出胎的开始 因为它要跟外境 才能够有所接触嘛 好 所以我们在胎中呢 没有人能够记得 我们在胎中的状况 就是因为这个 六路还不全 我们的记都记在 第六意识上面 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我们都是糊里糊涂的 到这里呢 才开始有一点感觉 因为它接触了之后 它就有所受了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都属于结果 这个结果怎么来 跟过去有关 所以我们这辈子 到底长 生长在哪个家庭 长得模样如何 耳聪目明与否 那么这个跟素食有关 那么最后的这个瘦本身 我常说这个心肝酸 比较大掉还是比较小掉 跟素食也有关系 如果心肝酸 寻贵纤细 生活起来会比较痛苦 摸到就觉得一件大事情 所以有时候 心肝酸放得比较大掉 虽然天生心肝酸 比较纤细 我们要学着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 靠过 学佛 可以 比较往前 越能够往前 那么就说 色受想行事 就比方向 色受想行事 来讲的话 一般我们说 连想都不会想就去做 越是冲动的人 他的能力越低 那个青少年打架姿势 是不是连想都不想 就给他做下去啊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 呃 这长辈就告诉我们要三思而后行 是不是 应该多想想多想想你再去做 色受想行事 越是冲动 心智越不健全 他的那个感觉的能力越往后退 如果 比较成熟一点 他是不是 想多一点再来做 好 学佛的话 还可以再往前推 受上就可以推 在受上 可以往前 好 所以那个四念处啊 观身不敬观 受是苦 从受 其实漏不漏在于受 因为特别的想 所有 所有人类啊 都有想的能力啊 是不是 他不一定要学佛 但是唯有透过学佛 他可以再往受的部分 再去加强 所以刚才就讲了 把它当作只是一种感受 不要当作我的感受 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往往就是 就是我的感受 可 可 叫做热受或者苦受 可意受或者不可意受 我们马上就去起分别 那因为起分别而就起烦恼了 对不对 而就起热恼 所以呢 这个受 我们应该尽量往前 所以呢 要尽量往前 一个就是让自己的心肝酸 比较大条 但薄 尽量的要去放大 很多的事情 不要太在 那个感受上 不要那么样子的 敏锐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并且呢 在爱曲上头 其实欧函也经常 是在爱曲上面下功夫的 到底如何呢 因为这个部分才是因 在整个生命之流里面 我们哪里能够下手啊 过去能不能下手 过去的因 现在的 这个是过去的果 虽然它结在现在世 我们在现在世 是结过去的因 过来的果 对不对 以果报本身 已经成为定职 是不是 但是我们呢 应该要在 现在的因上面下 现在的因 所以是出胎之后 好 那么一直到死亡 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中阴级 前面呢 有个怀胎十个月 也等于说这个之间 是不是还有个中阴级啊 上一辈子的死 到生嘛 对不对 到怀胎十个月 这个比例当然不大对了 你把它放大 怀胎的这个十个月当中 这些都是我们的敏感时期 所以我们说中阴佛事 中阴佛事 坐下去 会影响他投胎到哪里去 当然主要还是自己 但是我们说 我们如果是旁边的人 说祝念啊 或者帮他做点功德 那是一份祝援推动的力量 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 因为到底带着什么样子的种子过来 主要还是自己 但是我们说这个祝援 缘分还是 它也是影响的力量 之外呢 怀胎十个月的当中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成型 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 都还是一个可塑性比较高的时期 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怀胎的话 赶快要劝导他 念佛念菩萨明号或者诵经 屡事不爽 我们只是没把它做一些记录起来 诵过经念过佛的孩子 出生以后 省掉很多的操心 他会比较乖 比较有智慧 比较会读书 省了很多补习费 他的升学会比较顺利 他会比较是结善缘来的孩子 所谓结善缘来的孩子 就是来报恩的孩子 对 就是他还有 这里还有机会改 当后面也有机会 但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常说 如果我们在达官司 还没有判案之前 是不是收集有利证据 有利于判案 但是判案之后要翻案比较困难 也不是决然不可能 但是困难的多 我们当然要去用那种 比较 又有 比较怎么样 四两拨千金 想说 你只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换来你几十年的 那种安心 福报因缘 何乐而不为 最高的经济效益 所以有的人说 我这辈子来不及了 来不及下辈子还有机会 但是你下辈子有没有机会 也要看这辈子有没有机会 叫人家赶快去念佛 将来才有人来提醒我们 赶快去念佛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善因缘要随时随地 就要去耕耘 所以附带的讲究 这个时期 其实是最敏感的时期 所以我们说 中英佛事是 要做中英佛事 修功德 这个也是对他是一个 很大的帮助 那么到现在事来讲 其实功夫要下在阴上头 而不是果报的问题 就是说才能够改善什么 未来的果报 这样有没有概念 好 那么我们说 这个当中 假设说 这个好像一个珠子 一个珠子串起来 这个中间 一条线很像连结起来 我们说如果要去打 要去断这个生死之流呢 我们那个刀要切在哪个地方 切前面切得到吗 切不到 这个地方都切不到 在这个地方就有机会去 其实你看 一串面图只要剪一刀 它就散掉了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下刀的时候 它就一直连在一起 一直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说听经文法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要下的功夫在这里 这里都已经造业 都晚了 应该要往前推 而且这个推呢 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而不是这个 这个已经成为果报 是在这个地方感受之后 受很快的就受了 但是我们不要着于 一定是自己的 或是什么的 从自己做出发 就容易怎样情绪化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叫做什么 流转门 从这边过来的话 无名 跟行 无名原形 行原 是 是原 名 色 色 原 这个 一直原原原原原过来 就是因为有前面的无名 所以我们造业 因为说有道业呢 我们就会有什么 是的来投胎 是的投胎 那么就会名色 就会溜入 会这样子一路过来 它是流转的 是串联在一起 如果无名灭 行就灭 行灭 是就灭 是灭 名色就灭 是不是 那么就一串的怎样 叫做环灭门 环灭门 好 那叫环灭门 所以其实呢 虽然说从那里讲起 其实如果这里 这里 受能够灭 爱就灭 爱灭 取就灭 取灭 有就灭 然后这个再循环下去 其实也就这个的 不断的循环 后面是不是就跟着 就灭 那个叫做什么 环灭门 一个是流转门 一个是环灭门 好 所以呢 这里就讲到说 十二因缘法 说无名原形 有没有 所谓的十二因缘 无名原形 行原事 事原名色 名色原六入 六入原处 复人受 受人爱 爱人取 取人有 有人生 生人老死 又悲苦恼 好 强调这一段 未来 当然就老死 又悲苦恼 不断又恶性循环 那么如是因缘呢 但为即成 是大苦句啊 就一个 一个牵着 一个一个牵着 一个呢 手拉手 手拉手一直 都连在一起 就等于积极了很多的什么苦的因缘 于是呢 就聚合出大苦的聚合 如果无名灭 则怎样 行灭嘛 行灭 故世灭 世灭 故名色灭 名色灭 故六入灭 六入灭 故处灭 处灭 处灭 受灭 故爱灭 爱灭 故取灭 取灭 故有灭 有灭 故生灭 生灭 故如是老死 又被苦恼 大苦 皆灭 有没有 那么这是属于什么 流转 还灭门 还灭门 好 那么 这里就讲到说 明与无名啊 因为无名 人行 行人事 无名 那么无名灭 就叫做明 是不是 反过来 因为明 的关系 所以呢 行 是不是就会灭 因为明 所以呢 行 就会飞行 他这里用飞行 他是不是相对出来的 还灭门 所谓的还灭门 无名相对的 是不是明啊 因为无名灭嘛 所以行灭 你也可以叫做行灭啦 那么飞行也是一样 就是他相对的现象 好 是呢 相对出所事来 他用所事 那明色的他用可见跟什么 不可见 是不是相对的 这个叫明色可见 相对呢 叫明色不可见嘛 好 诸六处 六入处 我们说 这个相对呢 叫做什么 六神通 如果还灭的话 就正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好 一个是流转 一个是什么 还灭 处呢 就跟所处 它是不是也是相对的 瘦呢 跟瘦灭 所以瘦能不能灭 也要我们逐渐的不在乎 它才会灭 不会说我们非常在乎这个瘦突然间它灭掉 会不会这样 不会 这个桌子这么样子的 这个非常的怎么样 厚重 坚实 对不对 坚固 又很真材实料 所以它很不容易坏 所以我们说 它最多也只是什么 延长使用的什么 寿命嘛 好 比一般可能多个 一倍或者两倍 不可能无限 对不对 好 那么它的坏 是逐渐的坏 过程当中就在坏 坏到怎样 滑解掉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瘦要让它如何的 灭 先靠过理论基础去把它想通 之后呢 那个瘦的那个 那个起伏就逐渐不会那么样子的大 慢慢的不大 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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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慢慢的怎样平静下来 瘦与不瘦 对圣者来讲 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我们可差别大了 是不是 好 所以在那边起心动念嘛 所以瘦相对的叫瘦灭 爱呢 相对爱灭 瘦呢 相对的就是什么 瘦灭 生 有呢 有灭 生 生灭 老死 老死灭 他说 世界无二无别 有没有 如是知者 世民忠 盗 诸 法 石 官 流转门 与 环灭门 我们说他 无二无差别 无二无别啊 能不能接受啊 现象上我们会觉得明明不一样啊 有瘦跟瘦灭怎么会一样 爱跟暧昧怎么会一样 那是什么 现象的不一样 但是什么东西可以无二无差别 是不是信空啊 是不是也是不二的啊 流转 是信空 环灭也信空 叫做无二无别 那么 如是知者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到这个程度 不仅理解到这个程度 还要如实的去观照 但是我们起码要先理解啊 是不是 如果连理解都不理解 我们怎样去观照啊 那个观照呢 有粗的观照到细的观照 到细的观照 那就是要定 辅助 但是我们也先要有粗的 粗的观照能力啊 那就是透过听记文法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再怎样 去细细的思维 思维到真的很细的时候 你还要透过定来怎样 举注 所以呢 这也说 事明中道诸法识观 如果能够 起码知道这个 也是中道诸法识观的一个开始啊 理解吗 所以呢 这个是透过什么 因缘观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怎样 先叙述 缘解 然后呢 显中道 所以我们看 显中道是不是透过 不二啊 对不对 他是透过不二的哦 所以不二是不是就等于中道啊 是不是就等于中观 是不是等于正观 一样的 他是相通的 他的基础就来自于什么 信空的法则 也透过信空的法则 让我们千变万化 向有变化的世界呢 达于极尽 有没有 为什么能达于极尽啊 涅槃极尽 是不是因为平等才极尽啊 不平等可能极尽吗 我们心就在那边 愤愤不平 是不是 所以呢 透过信空而达于极尽嘛 所以我们说涅槃极尽 它真的是要透过信空 所以我说 他透过信空的这些 不无空非的观念 才可能离向 敏向 灭向啊 而达于什么 空向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中关或者波瑞讲的诸法实相 以波瑞说叫做人成实相 以真常为心叫做真如实相之类的 有不同的名词 但是其实都在续说什么 真理的现象 因为我们现在所体会到的 所看到的就是什么 颠倒像 那么以上所讲的就是什么 开示中关的部分 接下来呢 抉择生意 抉择生意 说实在这段很不容易理解 不理解是很正常 如果这么一听就理解 哇那是数据善根因缘 也不要被这个吓跑了 一字一字的熏吧 我们现在可能只吃第一块饼 只吃第二块饼 对不对 那多吃几块才会饱 熏一字熏两字 熏三字 说实在属于中关这个部分真的很不容易懂 不懂非常正常 不要说我怎么这么业障深重 种种 那本来是应该鼓励各位学佛结果让大家都退到心 那我可作业深重 就算我们不理解 我们起码先相信佛陀所说的没错 是不是这样子啊 前面也都已经告诉我们这些法则啦 对不对 所以不要去拒绝对不对 熏息熏息 将来再听一字再听两字 慢慢的可能就理解了 诸位都还算是非常有善跟姻缘才会共聚在此啊 因为宝基金他本身讲的就是这种 波瑞缘起信空的生意 真的是圣生法意啊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地方啊 接下来要讲的呢 抉择生意嘛 真的是透过抉择之后呢 你才可能生得了 所以我们说 诶不在表面上容易理解 不是太大问题 难也难在那个生意上面 好 我们来看看 学则生意里面呢 显了空意有没有 也是要让我们尽量的理解 什么叫做空意 那么这个空呢 有法空跟什么 人空 我们来先看法空 佛陀呢 又告诉 加设 说真实观者啊 不以空 故令 诸法空 但法性 自空 并不是 为了 要显示这个空意 故意让 这个法性 变空的 不是 因为法性 本身 它就是空的 不是人为的 不是 去制造一个什么样子的法则 来强 来怎么讲 强加解释 不是的 哦 呃 昨天好像又有人提出一个问题 说 一直讲空是不是恶举空 是不是就是断剑 我一直在讲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有没有说它就断掉了 没有断 而且是无止息的 它是不是无尽的未来哪有断 这个不叫断剑 什么叫断剑啊 气的刷 叫断剑 自杀的人 为什么会去自杀 啊 气的刷 才会自杀嘛 如果理解这个话 会不会去自杀啊 不会 而且还没解决啊 困境还在后头 我下辈子来 困境依然存在 因为习性还在 观念还没改变 我们要去改变的话 除非我们的观念先改变 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嘛 对不对 很久以前呢 曾经有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前阵子很流行那个绑架 对不对 他就是很牙掰那种型的 所以他就被绑架嘛 但是还好他还很有善根哦 他说他是被绑的时候 人家在威胁他说 一定要去领多少钱 或在过程当中 他说竟然那个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的佛号 要起来耶 他有讶异 不过因为他内心的 这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的佛号出来的时候 他心里头镇定了很多 他就知道如何的跟这些绑架的人 那个来绑架他的人 怎么样值得去应对 所以他有机会脱险了 他让人家没有绑架成功 所以他这个精魂辅定之余啊 跑到寺里面来问我 他说他太太他妈妈到处去问 当然碰到这种事情都很惊慌 对不对 会去去求神问福啊 他到底是不是运气不好啦 或是如何又如何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说他太太也问太子爷 他妈妈问什么什么 都说他这个什么乌鬼 缠身啊 哦 实在啊 运气非常非常的差 他问我说 到底能不能改啊 我说一定能改 为什么能改 有人请信空 因为信空的关系 我非常笃定的告诉他说 一定能改 就看你自己的内心 愿意不愿意改 对不对 只要你的姻缘一变 是不是很多的姻缘跟着变啊 你不要再那么样神气活现的 当然会遭人家忌妒啊 对不对 你要低调的处理 你要很谦和的对人家 你不要去跟人家结冤结仇啊 是不是 你不要老显着自己非常的有钱 当然要想要你的钱 你唯有从自己改变起 那么很多的姻缘是不是就跟着变 并且你在那种极难之间 竟然 阿弥陀佛的佛号能够起来 那是有 是非常有善根姻缘的 对不对 靠过学佛哪里能 哪里不能改变啊 因为当时候 对人请信空 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非常的会觉得很发喜 而且很确信 很确认 所以我告诉他一定能改 因为什么 信空的缘故 还好 因为信空 所以一切法 可以不可以改变啊 可以改 可改可变 所以我们都可以透过学习来改变自己 对不对 好 放麦克风 我们休息 放麦克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